一、晋景宫 相信你们听了晋景宫的死法 一定会对他非常同情的 因为这家伙是上厕所的时候 掉进粪坑摔死的 僵石 杖 如厕 献儿族 左转成宫十年 不过春秋时期的厕所确实蛮简陋的 就是一个两米高的大坑 上面再搭两块板子 土坑 封填满旧气质 附上古代克索图一张 比人还高的大坑 也难怪晋景宫不小心掉下去就上不来了 二、猪汝 庄宫 猪庄宫和上面的晋景宫可谓难休难地啊 这位是摔在火盆上 伤口溃烂而死 事情起因于猪庄宫的内室诬告大夫一社姑 在宫殿外面拉尿 有洁癖的猪庄宫 当然不能忍了 派人去抓一社姑 没想到一社姑听到了风声 早就跑得没影了 猪庄宫听士兵说 没抓到一社姑 气得从踏上一跃而起 结果摔进火盆 伤口溃烂而一命呜呼了 自投于床 废于炉炭 烂 岁足 左传定宫三年 三、猪高旭 猪高旭是宁城祖朱弟的赐子 宁人宗猪高赤的弟弟 后来明宣宗继位 把他扣在三百斤的铜钢之下 还在铜钢四周点上木炭 活活把他烤死了 听到这里 你们不禁会质疑 这不就是很常见的宫斗死法吗 不不不 明宣宗之所以把他扣在铜钢下面 完全是因为这货太能做了 明宣宗刚继位的时候 对这位叔叔是非常优待的 虽然这货在成祖和仁宗时期 劣迹满满 凡是朱高旭提出的请求 明宣宗都采纳了 于是朱高旭觉得这个侄子软弱可欺 在宣德人年起兵谋反了 造反的结果当然是失败了 但是明宣宗却没要这位叔叔的命 而是把朱高旭和他的儿子们费为数人 关在皇城内 有一天 明宣宗好心去看这位叔叔 没想到这位叔叔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趁明宣宗不注意 伸出一只脚把他绊倒了 天哪 你是脑子搭错了哪根筋啊 附一张网路上找的效果图 青山 明宣宗终于大怒 下令把他关在同纲下面 把他弄死了 而忽身一足 勾上脖地 以至同纲燃叹 伸手为辉 古英太平 四 赵文华 说起赵文华 大家不知道是谁 说起另一个人严嵩 大家应该都熟悉 赵文华正是严嵩的一子 这哥们怎么死的呢 明史上记载 他是有一天晚上 用手抠自己的腹部 结果肚子破了 内脏流出来 就死了 文华 故病故 及刀险握周中 意意意不自聊 依稀守门其腹 腹裂 脏腑出 碎死 明史 吓得宝宝不敢摸肚子了呢 五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 一位写悲剧的诗人 他的死亡也蛮悲剧的 传说埃斯库罗斯有点脱发 在他前往西西里的时候 一只老鹰闲住 一只乌龟从他头顶飞过 大概是老鹰眼神不好吧 以为埃斯库罗斯的秃顶是石头 就把乌龟朝他头上砸下 结果就把他砸死了 埃斯库罗斯不幸因此成为史上唯一一位被乌龟砸死的人 六 大卫格里德曼 大卫生前并不出名 但是因为他奇葩的死法 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 大卫和友人一起想要用手中的散弹枪射击沙漠中的植物 当大卫朝一颗26英尺高的 有百岁高龄的仙人掌射击时 掉下来的枝干将他扎死 因为他的作死程度 他被授予1982年的达尔文奖 其他获奖者还有1991年的泰国姐妹 1996年加拿大的家里等等 57岁的泰国人Yukat Pong在家中采到牛粪摔倒 然后触到一根裸露电线身亡 他52岁的妹妹在事后像邻居掩饰姐姐 是如何踩到粪便身亡时 又不顺摔倒 然后倒在了同一根电线上触电身亡 39岁的加里霍伊 来自多伦多的律师 撞碎了多伦多银行大楼24层大厦的玻璃窗 掉到了地上 他的目的是向来参观的学生证明大厦的玻璃是牢不可破的 有兴趣的人可以百度一下达尔文奖 有更多沙雕死法哦 7. 李斯顿 李斯顿是一位英国外科医生 以手术奇快而出名 人称李斯特飞刀 据说这位医生给别人锯一条腿 只需要28秒 我这里介绍的不是李斯顿是怎么死的 而是他怎么让别人死的 李斯顿创造了历史上唯一一例 死亡率达300%的手术 也就是说在那次手术 有三个人死亡 这三个人分别是患者 李斯顿的助手 为官医生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当时没有麻醉药 所以必须要两个人按住患者 防止节肢时 一疼痛剧烈挣扎 于是李斯顿的助手和围观医生 分别按住患者两条腿 当李斯顿得意洋洋的 聚下患者的一条腿时 同时还聚下了助手的手指和围观医生的高丸 于是三个人都因为感染一命呜呼了 不寒而利亚 网路图片青山 8. 卡尔达诺 卡尔达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十七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的死诈听觉得很搞笑 其实完全出自卡尔达诺对科学的尊重 卡尔达诺运用扎星术对自己的死期进行了预测 但是到了那一天 他依然健壮如牛 所以为了维护他预言的真实性 他在那一天自杀了 9. 阿加穆罕默德汉 这个哥们挺牛的 统一了伊朗 成为了伊朗皇帝 但是他的死因 却显得这位皇帝有点 事情是这样的 在某天晚上 这个哥们因为卧室外面两个守卫吵架声太大 就宣布第二天处死他们 没想到这个哥们 晚上还让这两个守卫守护自己的卧室 结果当晚就被杀了 哥们 你的心事多大啊 10. 米切尔 米切尔是英国人 他的死法也很奇特 是看电视节目笑死的 他于1975年3月24日在观看功夫KPUS时 看到了一位带住风敌的苏格兰人 与一位带住血肠的兰开斯特门派大师决斗 之后 他不断大笑 并在连续笑了25分钟后 突然心脏衰竭而死 他的一双随后致含与功夫KPUS制作组 以感谢他们在其丈夫临死前 给予他25分钟欢乐 要是按照某些中国人 不得把制作组告上法庭嘛 话说笑死的人还蛮多的 希望大家看完我这篇文章 不要笑得太厉害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